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房时赫最近在纽约客访谈发表关于Inhappen的言论 引发了粉丝极大的愤怒 房时赫谈到了成员们当练习生死的情况 大概是指他们在Island时期 在描述成员时他说 他们身上有一些非常黑暗和性感的东西 但粉丝们认为这些评价似乎非常不恰当 Inhappen出道前成员年纪都非常小 他们几乎都是未成年人 最小的Nikki只有13岁 而且由于房时赫受访照片是和Cats Eye合影 也害Cats Eye受牵连 这篇文章也被网友批评 房时赫原来不只对女团有这样想性化偶像的思想 连男团也不放过 给Inhappen安排吸血鬼概念 和女舞者大跳性感曲风 把粉丝气到组织卡车抗议 房时赫的访谈 现在看来这是细思极恐 去健康面 明文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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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静 我11天 老频道 老频道